父母对子女的爱 往往比子女对父母的爱多很多 很多父母为了孩子 可以连命都豁出去 但是遇到同样的事情 子女往往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失 甚至有的子女为了自己过得好一些 将压力转移到父母身上 或大姐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一些 或大姐常年在外打拼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女儿要买房 或大姐拿出了仅有的二十万积蓄 可是女儿拿到钱后 却把或大姐拉黑了 五年后发生了一件事 或大姐的女儿亲自登门向或大姐道歉 或大姐以为女儿知道错了 然而女儿提了一个条件 让或大姐很是伤心 来自或大姐的字数 我兄妹六人 我排行老三 小时候家里穷 父亲去世得早 母亲身体也不好 我们兄妹六人的婚事都是自己操办的 我和丈夫是小学同学 以前上学那会 丈夫个头比较矮 又不爱说话 所以经常有同学欺负她 我因为成绩不好留级 个头在班里算出众的 有时候看到她被欺负 我会维护她 一来二去 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我只读了小学 本来以为小学毕业后就没有交集了 谁知道我们在结婚的年龄 又遇见了 我们俩本来就认识 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合得来 就结婚了 婚后前几年 我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和婆婆在家带孩子 丈夫在工地上班 女儿三岁那年 丈夫干活时扭伤了腰 在家歇了半年 我们俩都不想长年分开 也不想一直跟着别人打工 就想着学点手艺 将来能养活一家人 我表舅妈是做烧饼的 她烤的烧饼在十里八村很出名 我和老公商量 跟她学做烧饼 等我们学会了 就去外地闯一闯 老公觉得可行 我们提了两香奶 又给表舅妈包了一个红包 专门请表舅妈吃了一顿饭 表舅妈才愿意教我们 我们学了两个多月 才算学会 表舅妈在镇上做生意 我们学之前就说好了 决定不抢她的生意 所以我们学成后 就带着所有存款 又问亲戚借了一些钱 去外地谋生了 那时候 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们俩人生地不熟 摆摊卖烧饼 一天下来 挣的钱根本不够开销 可我们那会年轻 觉得要是轻易放弃了 回去也没面子 就咬牙硬撑着 在当地待了一个多月 我们身上的钱快花完了 才知道我们摆摊的地方 人特别少 要想生意好 要去当地的菜市场或者夜市 我们拉着炉子去了夜市 当天卖了五十个烧饼 我和丈夫开心坏了 想着第二天接着来摆 结果我们准备收摊的时候 一个中年人告诉我们 想在那里摆摊 要先交钱 一个月两百块钱 我们那时候 口袋里的钱不足两百百 根本交不起 老公买了一包烟给对方 让他通融一下 先让我们摆着 等赚了钱 我们一定补齐 但对方不愿意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 我们摆摊的地方 就被别人占了 人家交了钱 可以摆摊 我和丈夫只能拉着炉子 去其他地方 我们去了菜市场 早上来买菜的人不少 但买烧饼的人很少 他们大多以吃米饭为主 只有和我们一样的北方人 来当地打工 看到烧饼才会买 有一次我吃饭时 看到老板店里的甜酱 有很多人吃 就学着做了甜酱 抹在烧饼上 一开始丈夫说我瞎折腾 烧饼是咸的 抹甜面酱能好吃吗 但后来 有的孩子吃了一次后 说好吃 渐渐的 生意比之前好了一些 后来我又自己熬了 肉酱和辣酱 我们赚了钱 除去我们花的 大部分都寄给公婆了 公婆在老家照顾两个孩子 需要花钱的地方 有很多 不过那时候也有城管 有时候城管来了 我们就要拉着炉子跑 那时候为了躲城管 经常不能出摊做生意 要是碰上阴天下雨 或者下雪 赚钱就更难了 为了省钱 我和丈夫舍不得租好点的房子 也舍不得吃肉 买一块猪肉 都要炒好几道菜 才能放完 为了省钱 我们平时逢年过节 也不舍得回去 过年时生意好 回去了 我们没办法赚钱 而且回去的话 来回都要车票 我们俩觉得 不如把这笔钱省下来 给孩子买点吃的喝的 给公婆买点东西 当时 我不懂陪伴孩子的重要性 也是这个原因 孩子很少和我见面 和我也不亲 偶尔回去的时候 女儿和儿子各玩各的 我不找他们说话 他们也不找我 女儿独初中那年 我们租了一间店面 生意稳定了 钱包里也存了一些钱 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丈夫却要和我离婚 她觉得我太胖 长得也一般 和我在一起没有面子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觉得真讽刺 我们俩辛苦打拼的时候 她怎么不嫌弃我呢 现在我们赚钱了 她却嫌弃我了 我想给儿女一个完整的家 自然不想离婚 但丈夫坚持和我离婚 女儿也劝我放手 丈夫不爱了 我要是还不离婚 显得我死缠烂打 离婚的时候 女儿和儿子都不愿意 跟着我生活 儿子说这个家主要是 丈夫付出的多 婆婆也帮着丈夫说话 所以离婚时 大多数财产都归丈夫 女儿说她是不希望拖累我 所以才不跟着我 我当时以为 女儿是真的为我着想 所以离婚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努力生活 将来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女儿就能陪在我身边了 离婚后的日子很难熬 我又回到了以前 没有车没有房的日子 还少了一个 和我一起打拼的人 但是我有烤烧饼的手艺啊 我相信人只要努力 就饿不死 渐渐地 我依靠自己一个人 从摆摊卖烧饼 慢慢攒钱盘下一间小店铺 手里有了存款 女儿结婚时想买房子 手里缺钱 当时我正好攒了二十万 准备给我自己买一套房子 如果说这笔钱 不如先给她用着 她没有房子 结婚后没地方住 以后有了孩子 总不好让孩子住出租房 我知道以前我忙着做生意 没有时间陪伴女儿 我愧对女儿 所以把这二十万给了她 女儿本来说好了 买房子时给我留一间 让我以后去住 可我把钱给女儿不到半个月 女儿就说她没说过这句话 他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 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我让女儿把二十万还给我 女儿说我当年没有陪伴她成长 这笔钱算是弥补她的童年 以后我们母女俩就没有牵扯 也不要再联系了 女儿把我拉黑了 婚礼也没有邀请我 为这事 我哭了三天 我想不通 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当年是忽略了她 可我也是为了给她们更好的生活啊 我不赚钱 一家人怎么生活 但生活还要继续 我只能打起精神 重新攒钱买房 这五年来 女儿没有和我联系过 我也不愿提这件事 因为只要提起 我就难过地想哭 我没想到 五年后 女儿会亲自登门来找我 她提了一袋子苹果送给我 说她听朋友说我的店搬地方了 特地过来看看 女儿说我瘦了 有黑眼圈 一看就是没休息好 女儿嘱咐我多照顾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还说回头她给我带点好吃的 让我补补 我本来生女儿的气 不想给她好脸色 但是看到她关心我的语气 我又心软了 我和女儿聊了一会天 女儿哭着说当初是她不懂事 不该拉黑我 她这次来找我 就是向我道歉的 女儿哭得很伤心 我以为她知道错了 就原谅了她 我上了年纪 更加渴望家人的陪伴 以后女儿能常来看看我 我愿意既往不救 我早早关了店门 请女儿出去吃火锅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女儿问我 知不知道她爸爸的事 她爸爸前年离婚了 半年前 她爸爸中风瘫痪了 需要人照顾 她思来想去 觉得只有我照顾她爸爸 她才最放心 她觉得我勤劳善良 既然能原谅她 也能原谅她爸爸 在她爸爸最难的时候帮助她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抬头看了一眼女儿 女儿很认真地说 妈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她吧 她现在真的挺可怜的 弟弟不愿意照顾她 坚持要把她送到我家 可我要照顾孩子 没办法照顾她啊 我真是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才来找你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照顾她了 我问女儿 我凭什么照顾她呢 我们已经离婚了 论义务也是女儿和儿子照顾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女儿说我们离婚了还可以复婚 只要我同意 她可以说服前夫和我复婚 看到女儿如此平静地说出这些话 我不想再解释什么了 我也知道了 女儿为什么要来找我 还向我认错 我把女儿给我的苹果还给了女儿 女儿要去我家做仪会 我告诉女儿 既然她当年选择跟着她爸爸生活 而且这五年来也没有联系过 以后还是别联系了 我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场 我十月怀胎生下女儿 虽然我没有陪伴她成长 但是她从小到大的开销 都是我辛苦赚的 她买房子我也出了二十万 可她对我这个母亲没有任何感激 如果不是前夫瘫痪需要她照顾 她又不想照顾 或许她根本不会想起我 我不怪女儿无情 不过我也不想再犯傻了 而女成家多年 我作为母亲的职责已经履行完了 以后我要好好攒钱 为我自己的生活多考虑 如果我不心疼我自己 谁会心疼我呢 我自己的生活多年